烏克蘭國會議員索夫桑發推文 標準總統蔡英文 還附上兩國國旗大力 感謝臺灣對烏克蘭的物資與金援 烏爾戰火之際 烏克蘭外交動作刻不容緩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首都基辅 接見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 隨著馬里烏波爾戰情告急 澤倫斯基表示要就這一座東南港口要塞 關鍵在兩個方法 澤倫斯基的訴求米歇爾接收到了 除了痛批二軍殘忍暴行 也承諾將再提供大批軍援 挪威政府則表示 已經搶先一步向烏克蘭提供 約一百枚的西北風防空飛彈 加拿大也表示 近期會跟烏克蘭保持密切聯絡 也會及時提供所需 除了提供火釉 加拿大也祭出新一輪俄羅斯寡頭制裁名單 14名被制裁的對象當中 還包括了普丁的大女兒跟二女兒 以及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加拿大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方惠蘭 也在20國集團財長會議上 以離席來抗議俄國 會議討論的是全球當前債務跟糧食危機 而輪到俄羅斯發言時 多個國家官員在美國財政部長葉倫的帶頭下 直接離場到場外還拍下了合照 民主盟友的團結程度與烏克蘭堅強意志力 連遠在白宮的美國總統拜登都表示欽佩 而拜登身旁的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 則是和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通話 期盼找到共同的失利點突破烏俄僵局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也透過發言人表示 希望能和烏俄元首個別見面 用外交替戰火尋求解套 進行無蟹子界帶有人報導